因为在莫斯科表演反对俄国总统普廷的歌曲 而被判刑的摇滚乐队暴动小猫的两名成员 12月23号获释出狱 不过其中一名成员随后指出 提早释放是普廷的一种公关手段 他呼吁抵制索契冬奥会 这两名成员原本立于明年3月复兴机码 他们提早两个多月被释放 让很多人认为是当局为改善人群形象所采取的行动 就在前几天反对克里姆林宫的前俄罗斯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也获得特赦 托洛科尼可娃在被释放后不久便指出 普京的这次特赦显然是为了明年2月再所弃的奥运 而试图扭转俄罗斯的人权形象 俄罗斯议会上周刚通过一项特赦法案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两名成员是因为都有年幼子女 所以刚好符合这次特赦资格 对于未来 托洛科尼可娃表示将继续在人权议题上努力 同时他呼吁抵制俄罗斯奥运 2012年2月暴动小猫为了抗议普京再度当选总统 在莫斯科表演反对普京的行为一输 乐队三名成员因此被判刑 其中一人被判缓刑两年没有入狱 但托洛科尼可娃和阿列西娜则被判入狱两年 新潭记者李玉霜综合报道